哈喽大家好我是小乖 前两期和你们聊了钟晓晴和王曼妮 这期我们来谈谈三位女主中最圈本的那位 顾佳 虽然是全职妈妈却从未脱离社会 堪称新女性标杆 对外能和先生一起创业做公司 高颜值高学历 对内守得好小家把日子过得分身水起 坚持健身家居品味花式糕点一样不辣 比起豪门太太又少了几分虚荣 儿子被欺负一位二满血战斗 撕完家长亮底牌手握把柄让对方哑口无言 这是我当妈的修行 不需要靠别人 就靠自己 公司有难 她就出马去太太圈捞资源 聪明 睿直 有灵性 胆识过人 能娶能生 这女人有多狠啊 不是看她能够得着多高 而是看她能蹲多低 被爽到的是屏幕前每一个心有七七烟的你我她 她一直是在自我价值和外界权分里寻找兼容 再配上这一张被中年女性奉为时间管理大师在网上分传的日程表 就是最近兴起的这阵故学了 即便这样呢 网上还说很多男性指责孤家不孤家 说许幻山原本就是这只潜力骨 潜力骨这件事情也得看握在谁的手上 不是吗 我在想这编剧是有多横男人呀 前面出来个只想养鱼不想养玩的 接着又冒出来一个一南一北互不干涉的 最后又送给大家一个陪小三吃冰淇淋放烟火的 许幻山自己都说许子言是孤家的小儿子 自己是孤家的大儿子 他对于自己老婆这种又当太太又当妈的付出表示极度不满 大到公司发展 孩子的教育 小到我晚上要不要吃晚饭 我穿什么袜子不都是你做决定吗 我在你面前像不像个男人 Excuse me 你不出轨之前为啥不说呢 你以为你老婆想跟你当妈呀 还不是你干啥啥不行 谈个生意得老婆来 儿子上学得老婆来 最后不听话整了个蓝色烟花 还把两个人共同奋斗那么多年 那点家业给炸了 说真的 顾家离开许幻山 分分钟可以再培养又一个许幻山 许幻山离开顾家呢 谁能给他擦屁股上这么干净 顾家曾经在醉酒之后表示过 他之所以这么努力 完全是希望和先生并肩作战 他的原话是 我希望我可以知道的比他多 让他永远都有话和我聊 我就不明白了 这样一个有颜值有内涵有能力有三观 进可攻退可守的女性角色 怎么就得不到一个好的归宿了呢 就像王麦妮说的 把妻子的完美当得出轨里有的男人 会不会太低级了 好妻子好妈妈 外家老公的好岛是真的好累 而这一切在绿茶游有出现之后 就变得无比难堪了 网友一边哄思林游有 一边表示 冷水泡不开绿茶 难道谁出的鬼 不应该从谁身上找原因吗 另外的网友就开始留言 男性出轨 女性无责 是不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的 What 什么鬼 幻山 我们两个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也检讨了我自己 但一直到最后一集 顾佳都在不断反省自己 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这怎么能让女性观众不失望呢 难道妻子比先生优秀 就是种原罪了 看着军英老公还得清新眼 怎么会有像你这么厉害的人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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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林游有 林游有作为刚走出校园的大学生 即便与许幻山是有真感情的 也没能顺利上位 顾佳在机场送走林游有的时候 送过她一段话 一个人活在世上 一日三餐 五谷杂粮 医药毙体 无能遮雨 直到组建一个家庭 养育后代 往复循环 这些事情 都比你身上那朵蓝色烟花 要有分量的多 即便林游有把蓝色烟花 纹在了胸前 顾佳的能力 胆识 心胸 又岂是三五个林游有 可以比得了的呢 所以你说 这是谁的蓝色烟花 三十而已 前面贩卖中年焦虑 后面又过分爽文 说这部剧 教会中国女性的 是在为家庭任劳任怨的时候 也记得给自己挖一条战壕 留一条护城河 说女性最应该花时间的 不是爱情 不是婚姻 不是家庭 而是事业 终于国产剧 也不再把男性的青睐 作为女性成长的唯一褒奖 女性观众完成了一次 共情的自我投射与激励 成长本身就是成长最大的意义 这也是女性意识的崛起 比如结局中 顾佳盘活的茶场 比如王曼妮再次 在上海立足 并出国深造 比如钟小琴开始全职写书 工作不会辜负你 大概率付出的都会有回报 这部剧让我们从很多地方 感受到了它满满的诚意 并没有致力于打造空中楼阁的女主形象 没有我的前半生 罗子君职场的封标开挂 也没有翻了送Andy的天赋异禀 而是努力还原你我身边的那个他 那种触手可及的烟火气 三位女主面对生活 有着自己的原则和深层智慧 这里看得见人性的欲望 摸得到比舞台更真实的自己 若我会看到你 事隔今年 我如何向你召唤三十岁那年的自己 希望你我都可以 先独立后爱人 希望我们保有钟小琴的单纯 都还有王曼妮那般的勇气 如故加努力修炼着自己 三十而已 三十而已